地圖的地圖 各位大家好,我是Meos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青浦整個區域的介紹 那青浦它很大 它有三個季節 有S7、S8跟S9 那 以 整個青浦來看 這個地圖很大 但是它的 地形都是不一樣的 有高有低 那目前青浦 比較 就是地勢比較低的就是S7 後來 S8幾乎都是 比較平坦的 那S9一樣 也有 地勢比較低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來青浦這邊 買房子的時候 或是要住在這邊 如果你們有在風水的部分 你們一定要去現場去看 然後去附近去 逛逛或走走 那MES已經有去接拍了 整個青浦的S7 S8、S9的影片 雖然說時間有點長 但是你如果可以快轉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目前整個周邊環境 是不是你喜歡的 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可以稍微能夠從中 能夠了解一點 那 以目前MES知道的 地勢高跟低 你買房子的時候 它的價格就有差 因為它房子 地勢比較低的房子 它在蓋的時候 它房子就是稍微這樣 一樣能蓋 房子絕對安全 絕對沒問題 只是說 你在看 你當你這樣 經過它 你看到它的時候 我們人就 很奇怪就會覺得 就是感覺那種歪歪斜斜的東西 稍微有點下坡的地方 我們好像都不是很喜歡 但是MES個人的看法 沒有代表所有的人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是那種 房子就是 不管是房子 蓋的平平的 我不要 我不喜歡蓋什麼 蓋在什麼山坡上啊 什麼什麼 什麼 騎行地 MES不喜歡 但是 以目前 青浦這邊 各建案 只要 它的地是不是平坦的 它價格一定會便宜一點 便宜得幾萬塊 再來 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青浦這整個區域 你以做真正 我們在地人 會 就是平常活動範圍啊 就是以三個地方來講 其實我們最喜歡 如果說以單純 散散步 後來帶小朋友出去 充電啊 後來去想要放鬆的時候 目前 首選都會到S7的橫山書法公園 那邊真的很漂亮 去那邊你的心情能夠放鬆 而且現在假日那邊 已經也很多人都會去那邊 帶小朋友去玩啊 去散步啊 甚至去那邊露營 感覺真的很棒 S7就是在那個橫山書法公園這邊 真的覺得是最棒的地方 S7最棒的地方就在那邊 那至於S7其他地方 就 就是 居住 就是 單純居住啊 就是你沒有辦法有太多的 奢 奢 奢 對 沒有什麼奢奢 就是純粹住 那平常 S7其他的 其他的區域 MASS也不會去 MASS頂多就是去橫山書法公園 對 其他地方也不會去 S7機械節站也不會去那邊 對 生活 生活部分 都不會跟S7有太大的 交集 那一般我們主要的活動區域都會是在S8 S8這邊 因為主要有 有奧戀嘛 有星光影城 這地方就是 大家會比較想往這邊去 那S8 其實他就很商業 他們有什麼公園比較大的 就是在 戰前廣場前面那個公園 那邊有一個 石頭的溜滑梯 那邊有 旋轉溜滑梯 就是那個公園是目前 S8來講 腹地比較大的 還有就是 星光影城的 對面 那邊也有一個小小的 也是一個新蓋合一個公園 名是叫什麼 MAS沒有去記 就是 S8 都 也有一些 可以休閒散步的地方 但是他的整體感覺 是 比不了橫山書館公園的 那在我們看S9 S9的話 他以前最有名的就叫清唐園 那現在清唐園 因為已經在蓋 兒童美術館 所以現在 一般人都不會去外面散步了 那目前 很奇怪就是 S8 大家講到清唐園 都會想到S8 S7幾乎就是被遺忘的 那在S9 一般大家會想到是什麼 棒球場 就是 以前就是 桃園隊嘛 現在是樂天 還有就是每年的五月天 都會來到 桃園這邊 在棒球場那邊 就是開演唱會 所以一般 S9 我們一般想到就是 環球 就是 環球 過路中心 就是主要是看棒球 看演唱會 的時候 會去的地方 那其實現在 新普 他整個 配套最成熟的地方 就是在S9 很奇怪 不是在S8 真的很奇怪 就是 只有S9 他的配套是最完善的 你如果要吃東西 要買東西 還有他整個生活的氛圍 都是整個區域來講 是最好的 那你想喔 以後S9 他還會有 在你中心 有亞洲矽谷 還有就是 兒童美術館 還有美術館 整個桃園 好像只有 青樸 有美術館 其他地方好像 都沒有美術館 那以 以美術館的認知來講 像高雄 最貴的地方就是美術館 那 台中 最貴的地方 好像不是美術館 是 七起的展展中心 那台北的話 就是大岸森林 但是 青浦這邊 他的 兒童美術館 他有青唐園 後來他 就是他整個規劃 整個區域 都很近 比如說 青唐園離 A19站很近 A19站離 棒球場很近 後來 A19離 就是 目前正在蓋的 這個 呃 這段叫什麼洪洪捷啊 哦 占人中心 就是 離占人中心很近 那 離亞洲系谷也很近 所以 A19他現在目前 的主要的大型建設 都還在進行的是 如果 一旦以後蓋好之後 MAX覺得他的 呃 他唯一跟A18最大區別是 他商業氣息沒有A18重 但是他的 人文氣息 跟整個 整個 整個商務的部分 他既有商務 又有 又有一些 人文氣息的東西 等於說 他是 整個 親譜當中 他是屬於綜合體 像A18的話 單純就是很商務很商業 那A19就不一樣 他就比較 比較綜合 那A17呢 就 更簡單 所以整個區域來講 各有各的特色 那 以未來 整個親譜發展 一定會很好 那 親譜 A18 他 應該想說整個親譜 大家 最在意的就是 在 高鐵站的 前面的 戰前廣場 就是國泰 已經飆走了 未來 預計用十年的時間 分三期 進行 開發 建設 所以親譜 未來 潛意好不好 那就要等 十年後才知道 那以MAS個人的看法來講 如果真的想要在新聞這邊 要居住的話 其實首選還是S8 那如果說 你們很在意就是 生活的質量跟品質來講 其實MAS更看好是S9 因為 人 隨著年紀的增長 就像MAS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會想要住在 比如說 新門甸的樓上啊 高雄的 新雪江的樓上啊 一下樓就是可以逛街的地方 但是 現在 已經不會想要住在那種地方了 現在會想要住在就是 像有公園 有綠地 後來想逛街的時候 有逛街的地方 後來想吃東西的時候 有吃東西的地方 就是 你想要就是 生活品質 生活質量 那以目前來講 S9 是整個輕回來講 它是 最 應該 呃 什麼都有 都很均衡的一部分 S8 就沒有這樣 S7也沒有 所以 大家可以 自己 去做做功課 去了解一下 後來自己再做決定 那以目前現在的房價來講 目前 A18是最貴的 那其次就是 A19 那再來 價格比較便宜就是 A17 以價格來講 A18真的是 很貴 就是很貴 那 A19以後會不會更貴 那就 等 A19這邊 所有的綜合計測 改完之後 我們就再來看看 但是 相信未來十年後 重頭戲還是在 暫停廣場 所以未來 就是 A18跟A19的比賽 我們就 伸武一代 那今天 MAS就分享到這了 如果說 大家 有什麼想 對新普有什麼想了解的 其實都可以 留言跟MAS 說MAS都會跟大家分享 那MAS其實 生活就很簡單 每天就 去新普到處走一走 晃一晃 然後 後來 把自己所看到了 後來 就是 每次又想 讓 更多人去 了解新普 了解新普 熱愛新普 拜拜 拜拜